是位于宝山区分享路 有S20外环交口这个位置 一个小区叫巨峰景都的老房翻新改造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这个房子 翻新 10万块钱 做了哪些东西 今天到巨峰景都这个小区来收尾 多了材料 这个欧洲板放在车上 藏着呢 等这样放 都心惊胆战的 生怕又被 吃了发蛋 现在客户家里面做了一个 大理石加隔山加橱柜的一个背景墙 硅胶没有 安装了三色边光灯带 再买点刷面胶 在里面一压这个大大的背景墙 是三色边光的 现在固定这个灯带 柜门还没做好 这是一个老房翻新的 这老房翻新好多小问题 以前 无形间改造掉 这地方吃水 这地方冒水过 无形间全部全新的做 倒在到厨房间 墙砖地砖全部打掉了 柜子现场定制 这是做台下盆 上柜还没好 柜门还是比较可以的 因为有影响 所以它一直没有到货 阳台的小橱柜柜给它换掉 阳台的磁砖没有换 还有这个窗户漏水 这是靠北边阳台 这边一直漏水 后来这边 重新刷防水 窗户重新销 重新进行的改造 房门又破设 把房门也给供换掉了 原有的地板是保留的 墙面全部进行了一个翻新 码头也给它换掉 淋浴房也给换掉了 今天就记录这个工地 这个房子全部翻新搞定 是一百多个平方的 花了十万左右 硬装外面什么电器 全部都是我们的 特有一个大大的毕竟墙 这毕竟墙真的是 非常的可以 效果非常的好 而且这个灯带是三色变光的 我是在上海做装修的 一个装修公司的小老板 有装修需求的 可以帮我点点赞 点点关注 也可以联系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